I am truly honored and humbled to receive this award I also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 appreciation to those who kindly nominated me 伯格莱加大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管员何建业 对获奖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该奖是由他所服务的教授 研究生和同事提名 他们都是瞒着我 就是要给我一个big surprise 所以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过程 然后所以他们那个会长委员会通知我 我真的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也就因为这样我就特别感动 比较感动的就说 至少我觉得就是有了我的话 那么给我的同行们很多的激励 何建业说 作为全美第一个华人图书馆员 获子殊荣令人振奋 而他做这份工作也是完全出于偶然和幸运 2002年来自江苏的何建业 到纽约州立大学Albany分校攻读东亚学博士学位 在学校时 一位资深汉学家 而且是美国人 鼓励他去读图书馆专业 并告诉他 该专业是北美中国图书界最需要的人才 再加上新兴电子和网络科技资源正在兴起 也需要新一代馆员更新图书馆科技 于是何建业就开启了自己的图书馆员之路 他的日常工作包括三方面 首先是馆藏建设发展 就是协助伯克莱加大的学者或其他做中国研究的学者 提供一流学术资料 这个非常难的 因为你知道每个学者 他的研究方向都不一样 研究新具也不一样 尤其是将来的年轻一代 像我们的这些研究生们 他们将来都是要去当教授的 那么如何让这个领域然后保持不衰 而且能找到最好的学术资源 让他们在国际交流平台上面也是领先的 这个挑战压力很大 何建业为此要花大量时间看书目 搜集网络资源上的学术信息 而最难把握的就是了解学术圈的研究趋势 第二是参考咨询服务 给咨询者提供答案 当中包括寻找纸本和网络资源 他说自己会用钻牛角尖的精神 直到找到答案为止 第三方面是图书馆教学 例如图书馆文献的检索和使用 得奖后何建业表示自己确实有压力 但也是一个鞭策 就是继续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outreach 你要主动服务 你要开放 你要欢迎所有的人 还有你要耐心倾听 就是你要把每一个人 你要认真对待每一个来找你求助的人 然后把他们就是当做像朋友一样的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定还像亲人一样的 何建业说 自己愿意做图书馆员到退休 甚至在退休之后 也打算去当义工 到一些社区图书馆或其他地方帮助别人 26台记者梁秋玉采访报导 聊下 继续 ��